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阿索YP Hello! 阿索YP第195期 我们负责拍摄的小伟妹 就老是在投诉我现在晒黑了 脸越来越黑 所以每次拍摄之前曝光 什么的搞半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夏天才刚到 我们录这个的时候 其实才刚过夏至 但是我已经晒得这么黑了 为什么呢 我最近也开始反省一下了 可能是因为我开的车都是不贴膜的 我之前回答过好几次问题 告诉大家说车都不要贴膜 不贴膜是也好 但现在看来车不贴膜 如果你每天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话 人还是比较容易晒黑 还有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的新一季的价值观 和大风车也开始拍了 所以户外工作的时间非常多 非常长 所以在 再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 大家在节目里看到我 可能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但是希望我们可以用后期改变一下这个问题 来 开始 这个问题还是跟晒黑有关系的 全景天窗的遮阳帘太太薄了 可以自己加厚或者制一层遮光材料吗 我知道你说啥 就是全景天窗玻璃以外 还有一个遮阳布 那遮阳布现在有的车 因为全景天窗很大 它就不能再用以前那种硬板 因为硬板往后放的时候 它要有一个地方藏它 而全景天窗 本身它已经站到整个玻璃 整个车顶的三分之二了 那这个三分之二大小的硬板 它就没有地方再放了 所以它就会用软布 因为软布在后面可以做一个卷轴 把它卷起来 但这种软布它既然要卷起来 它肯定不能做得太厚 否则它那个转轴站的空间就很大 所以有的车确实就很薄 有的车就像一块薄纱一样 包括我自己的 我不是收了一个路火的发现室吗 那个发现室 它不会全景天窗 它是前中后排三个小天窗 它也是三个小天窗 也没有地方放那种硬板 它也是一块像黑色的 我说是粗俗一点 像鱼网丝袜那样的东西 就像一个网布一样的 纹帐一样的东西拉上来 它也就是挡了点光 然后我家的老人一坐上来说 这个地方太晒了 我们能不能在家里拿点报纸 帮你把这个玻璃给糊上 我说这搞鬼肯定不能 是吧 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这么干 那回到你的问题 你说搞成遮光材料 我觉得你要搞在那个链上是不行的 因为那个链是要卷到后面的卷轴里 而且可能是电动的 如果你把它加厚了 它会影响那个卷轴的工作 有可能一卷进去就卡死在里面了 就再也出不来了 还有就是你自己搞的这种遮光材料 它能不能承受高温 因为车的玻璃那个位置 其实是当你停车的时候 长期暴晒那个地方是非常高温的 它要承受很大的温度变化 要保证它不变质 同时还不会吸出有害的气体 所以自己整我觉得够呛 可以买一个那种银色的那种反光板 自己顶在这个玻璃里面 就停车的时候就把它顶上去 这个是可以的 我顺便也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最近又在开一个敞篷车 我怀疑敞篷车的车顶棚 也不怎么隔热和隔紫外线 所以当我开敞篷车的时候 即便我把棚关上了 像这种大热亭我肯定关上棚 但可能身体在里面承受的紫外线还是挺多的 所以还是会晒黑 怎么办 来下一个 我是从第一期的SYP 听到现在的忠实粉丝 感谢分享那么多知识 我一般其实有很多像我提问 都会有这种问候语 我都会把它去掉 为了让问题更加精简一点 但是我这个留下来了 因为在第一期就开始看 我觉得太难得了 握个手 好 然后请问开大货车是什么体验 扭矩那么强 起步加速会不会很猛 果然是第一期就看的朋友 因为这种问题我真的从来啊 两百期了 几千个问题了 没有回答过 开大货车什么感受 肯定有人说 YP把你问倒了吧 你没开过大货车 才不是呢 我考驾照 我就是考着大货车的驾照 然后考了之后 确实没有开过大货车上路 但是我考驾照的几个月是开大货车 那我开的那个大货车不是很猛的 是解放 国产的解放 五吨车其实不算很猛 所以你说它扭矩四强 但它本身车也重呢 所以它不会说提速很快的 它的池笔什么都是为了把重物拉着 能够跑起来 能够爬坡来设计 所以一二档的池笔都非常大 然后车子就即便扭矩全速输出了 车能达到速度也都不快 但是在我从业经验里 有过一次很有趣的经历 就我在大概在十多年前 零 不知道零几年 反正我做过一个关于加速的一个专题探讨 当时我借了十台左右的各式各样的车 回来用专业的仪器 去研究它们的加速性能 其中有什么车呢 有什么奔驰S600 也有这个国产的1.0升的小破车 然后也有一个摩托车 也有一台拖头 就那种大的集装箱拖头 而且那个车我记得是个进口的 具体是三菱还是日菱 最后一顿的浏技能 如果我认为全年 就现在我们在调整一下 我们还是在调整一下 这一个宝判之后 就是我们还在这一个离开 又在这一边 一遍 远先生 这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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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後面沒有拖掛東西 它就一個拖頭來 然後我就坐上去 也不如我開 我就跟專業師傅說 你能開多快開多快 能多快的起步是多快起步 然後它就一檔上二檔 二檔上三檔 我的印象就是它的持筆非常密 換檔換得很快 就別人可能二檔破百了 它那個車其實也沒有破百 我們是破80 它已經上到四檔還是五檔了 但就這樣我也沒覺得 那個車加速很猛 只能說它的扭矩 主要是用來拖重物的時候用的 它可能甚至還有很強的備用扭矩 空車的時候它只用到一部分扭矩 但是在拖掛拖了40噸重之後 它這個扭矩 備用扭矩就用得上了 拋開油耗和性能 以前的V6直6的發動機 放在今天它的運轉的品質 還有NVH 就是噪音震動的抑制方面 會不會比現在的四缸三缸更好 其實我挺討厭這種 不是討厭這個朋友 不要想多了 我挺怕這種假設性問題 這個假設是拿一個過去的技術 跟今天的技術比較 其實本身技術就不斷在進步的 我覺得技術是有無限種可能的 我相信人類在若干的時候 可能能夠發明出一個單缸發動機 它的運轉 它的馬力輸出什麼的 能夠媲美我們現在倒數30年前的V12發動機 有沒有這種可能 誰知道呢 是吧 或者不用發動機 以後我們用何動力呢 不就能夠發明出一個又小又馬力又大 又沒有噪音和震動的這麼一個動力機器 是吧 所以我表面上看是不相關 但實際上我想告訴大家是 有一些過去的東西跟現在的東西它不可比 真的是今非昔比 比如說現在的三缸發動機 我們過去哪能想到1.0T三缸能帶來這麼強的動力 甚至是駕駛樂趣 但是現在確實有些1.0T三缸 當然要看配在什麼車上 怎麼調配它的變速箱 但是三缸四缸的小排量發動機 能夠做出很好的動力性能 尤其在一些爆發力上 它很有可能比以前的V6都要好 是吧 那V6有什麼好處 它天生的 它很穩 運轉很穩 但是如果那台發動機本身的工藝很爛 你就算是V6又怎麼樣 你運轉起來也是會有噪音 也是會有震動的 所以不能拿這些不在一個時空裡的東西去比較 但你如果說今天以我們造發動機的工藝 V6是不是比4剛好 是不是比3剛好 那當然這是肯定的 就不用說 這很長一個問題 其實它說的是一件事情 我新買了一個寶馬的425i 想偶爾練一下簡單的飄移 原配是18吋的 前225後255的米其林PS4輪胎 挺好的這個輪胎 那考慮成本 我有沒有必要去單買一套輪胎 用在後輪 然後在飄移的時候 前輪的損耗大不大呢 我是不是只要買兩個後輪就可以了呢 還有就是減少這個胎寬 是不是可以更好的飄移 還有我如果把18吋輪胎換到17吋 省一點錢 買個小一點的輪胎和輪胎 是否可以 好 全部統稱為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在玩飄移的時候可以省點輪胎 就這麼一個問題 其實你的理念是很好的 就是我跑街的那套胎不要動它 我另外買兩個輪胎 買兩個輪子 我去飄移的時候把它帶上換上 飄移的時候用那兩個飄移專用輪子 飄完之後跑街又用回原來的胎 這是非常好的 因為接胎拿去飄移真的很可惜 它的操控性又不是很好 耐摩性又不足以能夠應付飄移 這種這麼高強度的動作 如果你能換兩個比較適合飄移的胎 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你是超級高手的 你去換兩個胎幣比較硬的操控型的胎 像什麼AD08 2111這種胎 飄移起來會更爽 還有一個方向就是我是很差的水平 就是練練入門 你去買兩個我們俗稱的叫做雞胎 該一胎就是很雞的那種輪胎 雞是雞壓額那個雞做字幕的同事 別搞錯了 雞胎就是很爛的胎 很爛的胎它沒有抓地力 所以就很容易飄起來 當然很爛的胎其實飄起來之後也不好控制 但是它很爛所以它很便宜 你買一些出租車專用胎 超耐磨的那種 那還可以飄很久 所以基本上就這兩大方向了 換輪孤我是贊成的 還有前輪基本上可以不換 但是如果你飄得特別差勁 比如說寶馬425這種車 如果你不會起飄的話 你就一直在推頭 前輪你如果裝著PS4的話 它還是會有磨耗的 還是有磨損的 還有就是你前後輪 如果輪胎的性能相差太多的時候 的話像我剛才說的 你前輪用PS4 後輪用一個機胎 沒問題這車很容易起飄 但你前輪用PS4 後輪用一個AD08 那就麻煩了 你這個車很難起飄 更多時候是推頭 所以還是要有一點點 講究一點點搭配 至於你說把輪胎換小 你只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輪子的外徑 最好跟前輪是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你的剎車盤要裝得進去 比如說換了18換17之後 一裝 煞車盤卡住了 這一個關於熊孩子的問題 配備電子手刷的車 在高速行進的過程中 被熊孩子誤操作了 就是掰了 爸爸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按鈕好好玩 一掰 掰了你的電子手刷 車子會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辦法避免 其實在電子手刷 剛剛出來的時候 有多久 很快 沒有 真的 不停 我被看了 你 打了 是 就 有 不停 他 而 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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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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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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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就是可以在行径过程中 你一直拉住手刹按钮 它就等于你急踩刹车 ABS会介入 这个车就停下来了 但是这个功能 在后来某些车型上 我看到是取消了的 就是电子手刹 你如果超过一个速度之后 你再去掰它 它是没有反应的 它直接就是这个按钮 就相当于是一个废的按钮 没有用 还有一种相对 也有一些安全考虑的车厂 他们会觉得 毕竟有刹车失灵的可能 这时候手刹驻车器 能不能让它起到一些作用呢 他们的做法就是 你要拉住它等个一段时间 比如等两秒钟 然后它才开始起作用 驻车自动才会起作用 所以你看总体上来讲 大部分的车 它都是会有保护的 熊孩子这样抠一下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如果想知道你的车会不会 你自己找一个空旷的道路 那种断头路什么的 也不用开特别快 开到时速三四十公里 自己勾一下 自己掰一下 看看有没有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了 今年的汽车产量直线下滑 好多工厂都放假或者裁员了 YP对此有什么看法 首先 车市下滑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们也看了很多触目惊心的下滑的比例 都确实是挺可怕 然后整个汽车行业也是 大部分人也是风声鹤唳 除了一部分的极少数的 还在逆势上扬的厂家以外 如果你这个问题问的是 我对于工厂放假和裁员怎么看 那我就只能说没办法 工人的或者是员工 他的生活品质也好 他的前途也好 就是跟这个企业是同病相连的 相辅相成的 企业好的时候 你年终奖都可以多发一些 前几年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一线工人 据说有些效益好的公司 都能发到二十个月二十五个月的年终奖 但是现在市场不好 周期性的市场不好 你也就勒紧肚皮 就少发一点 这也是正常的 但你说 我想深一层 为什么汽车行业今年会这样子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宏观的原因 一个是中国的GDP的整体宏观的回调 第二个就是 中美贸易战这种贸易环境的不明朗 会打击很多人 不仅是他们的购买力 发工资或者说老板的钱 这是一方面 还有就打击了很多人的消费信心 第三个很关键的就是 国五国六的切换 7月1号是北上广的大线 在这个阶段很多北上广的经销商 他要甩这个国五车型 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库存压力 这个会影响到厂家 因为有库存压力很大 厂家自然也不敢再去生产更多的新车 去压给经销商 7月1号之后 北上广的大线过了 就到全国的大线了 2020年的大线 这个对于全国影响范围会更大 其实本来国五国六这个事情 作为汽车行业往前发展 滚动发展它是OK的 我觉得国家去推从国五升到国六 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就是这种技术的革新的要求 正好碰上我刚才前面说的两个 一个是GDP的回调 一个是消费信心的受到打击 市场环境也不好了 你再加上这个国五切国六 那就雪上加霜 它就变成一个导火索 或者变成一个火上加油的一个东西了 这就让整个市场就更加的飞惨 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一直是深信 只要做好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只要你给你的用户提供好的价值 你的用户是会越来越多的 就算全盘子在下跌 但是你也能够去抢到更多的用户 这是我个人的理念 我觉得对于厂家来说也是这样的 好的品牌好的产品 越是低谷 越能够表现出他们的竞争力 好 这就是这一集的ASYP 记得向我提问的话 除了ASYP 直接在公众号下面留言之外 也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小程序 大驾车问 你都可以直接向我个人提问 拜拜 感谢收看ASYP 拜拜